海上发射固堂当中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一箭九星 打九颗卫星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做一个标准状态 应该有五十几路实施 理论上说 可以打几十颗卫星是没问题的 只要装得下 这个运作能力够 是能够设计出来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五十年之前 也就是197年的4月24号 我们国家 指全国之力 将东方红一号卫星 送入太空 也使我国成为了 第五个研发 制造或发射 卫星能力的国家 那么五十年以后 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 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近几年 商业航天的发展 小卫星市场 得到了猛烈的释放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 吉林一号 这个 零三星一组 九颗卫星 是一个企业的商业卫星 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的发展石头 是迅猛的 到目前为止 不完全地统计 作为小卫星 集成的 生长厂家和公司 有将近三十多家 配套的企业 有一百多家 而且每一个 集成 卫星公司 都推出了自己的 商业新作计划 我们的航天技术 逐渐地 造成了 老百姓的生活 和我们的国民经济 也逐步地融合 以前的这种卫星 大部分是 蹭大的火箭 但大的火箭 现在有 国家中央任务 也不好蹭了 所以这个市场 浮泛出一种 简洁 高效 灵活 也就价位失踪的 这么一型火箭 我们国家不缺大火箭 但是像这些 商业公司 一时半时也用不起 所以正是在这种 前真性的考虑之下 长征11号运则火箭 在120立项的时候 就提出了装备化 商业化 和国际化的辅入 来围绕着我们的市场 进行研发 制造 所以我们的火箭 继续的不是最大的吨位 是继续最快 最简洁 最高效 最灵活 手飞是2015年 9月25号 从立项到手术飞行 圆满成功 用时不到三年 我们的研制过程 也是最快的 我们知道火箭火箭 可负心是第一位的 没有可负心 就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就没有一切 科学的继承 就是创新 科学的继承 也是创新 为了这两个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平时我个人也讲 第一代航天人 是吃了很多苦 我们算第二代航天人 应该在他们吃苦的基础上 变得更聪明一些 在过程当中 我们避开了好多技术的陷阱 也填掉了好多满坑 刚才薩老师说了 你这个火箭怎么起来的 刚才说了 底下是燃气 把它弹起来的 那么我们这个火箭 在长征系列里头 是小老地 购到是最小的 但是在我们国家 目前的固体型号 所有的固体型号里 它是最大的 将近六十吨 那么构头大了以后 采用这种弹射的模式 必然的 这个压力是要高一些 才能弹它出去 刚才薩老师 关在这挺仔细的 说那怎么是一股黑烟呢 它确实是 它就是里头有一个燃气 憋的 它没出了之前 你没看到出烟 它出来了以后 才出烟 靠什么 靠尾部有一个密封缓 叫做密封柱 那我们这个压力高了以后 如果按照 我们现有产品 系列 那种概率去设计 就没法设计 就设计不出来 但是说 这件事不成立的吗 我们觉得 从科学上是成立 技术上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就是 更深一步的 站在别人产品的基础上 技术的基础上 是进行识别 我们通过识别 用仿真计算 和理论的办法 抓细来发现 简单地增加 一个直播的摩擦系数 那这个承载的压力 就会大幅度地提高 说白了 我们把别人的现象 变成了我们的理论知识 深入了一个层面 这样的话 做完工作以后 我们就是做实验 结果发现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哪个密封圈 好几种 学完了以后 都不能满足要求 可是我们的队伍 思路还比较开拓 你突然想到 这以前老的 那个实验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了 根本就不实用 或者不能考核 这种动态过程 那么找到原因了以后 我们很快就设计了 一种新的实验方法 确实像我们的 理论所欲似的 我们简单地 这上面加一个编条 增加了的摩擦系数 那么老的产品 就发出了新雅 满了这要求 平时 别人也问我 说你这个总是干啥的 我说我这个总是 只是个放羊官 这个羊子前面跑 大概方向不能错了 羊群不能散了 掉队的要胡上 说明什么 是把方向 大个旗 这发挥大家 跑还得靠自己跑 总是就是个家长 孩子们往前跑 丢上纳斯 丢下的东西 靠谁的垫底 靠家长 家长发现了 有两种处置措施 一种是把东西捡起来 送给孩子 继续前进 第二种思路是 把孩子叫回来 反过来捡的东西 再往前进 这就是总是本身 也应该细 是它的一个特质 大家知道 刚认为一件事 特别是工程的事 细是方法 要报了问题 筛子细了 一次就能找出来 筛子粗了 你多筛几次 也不见得能找出来 这个细化 没有细的一定程度 是产生不了 两边到致边的跳跃 所以这个型号 从15年首飞开始 到目前完成了十发件 应该说 每一次都有所得 每一次都在改进 其实在改进 说起来很容易 去改别人的简单 自己能往来 再改进 这个很难的 这是一种自我挑战 或者叫自我火定 刚才说了 我们15年才完成首飞 刚打了几发 我们在16年的时候 我们也提出来了 这个海上发射这个概念 刚打了几发 就这么折腾干嘛 路上不是挺好的吗 这是人的思维 自我射性 这是潜意识的 那么提出这个东西 不是盲目的 后面我们觉得 这个长城西 它的优势 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 只是在车上 只是在我们固定发射厂 有一个架子 好像感觉这个优势 没有体现出来 还没有达到 我们张力提出来的 这种国际化 商业化 或装备化 在路对上进行发射 因为火箭总有残害 要落下来的 这个安全性是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几个发射厂 都是高维度 那么也打这种低轻角 进尺道附近的 这些轨道的卫星 也会损失很大的能力 那我们就想 能不能利用 尝试于这种激动 灵活的 这么一个特点 弄个船 直接就到尺道附近去打 就用一个小火箭 来实现大火箭的功能 这相当是 对 对 对